参加停贬大会 结果诅咒法官 检察官 说三代不得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说法 传出台大校方言议要撤除李鸿喜 名誉教授的头衔 但是台大今天否认这项传闻 但是也希望李鸿喜 以个人名义对外发言 切割的意味不言可遇 做法官乱来啦 做法官乱来啦 我要跟他交叉 交叉一堆 两堆 三堆 停边提到诅咒法官以及检察官一家三代 李鸿喜顶着台大名誉教授头衔对外发言 让部分教授和老师很感冒 要求撤除李鸿喜荣誉教授职 台大感到非常的震惊 当然也表示非常遗憾 不过因为他已经退休了 所以他的原则当然由他个人来负了 台大暂时没有撤除头衔的考量 但表达希望 李鸿喜以个人身份发言或停扁 因为李鸿喜的言论已经为校方带来不少压力 台大总是在台湾有他一定的能见度 跟他的这个社会社会重视的程度 所以很多跟台大相关的事情的话 民众都会很勇于表达意见 不买李鸿喜的校内和校外都有 基于尊重台大至今没找过李鸿喜沟通 被称为阿扁国师的李鸿喜退休后 当了台大六年的荣誉教授 也为阿扁这个学生荣誉教授头衔 差点不保 中期新闻 汪一群前两集 特别报道